一席黑衣告别白宫 丝毫不见一意不舍 前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 时隔一年首度松口 不排除重返华盛顿特区 就在几个月前 外界还盛传 梅兰尼亚受够了白宫生活 拒绝配合川普东山再起的计划 不过面对福斯新闻记者 梅兰尼亚罕见火力全开 作打美国总统拜登 有批第一夫人吉尔让人怀疑 真正让梅兰尼亚火大的 恐怕是她当年没受邀的时尚杂志 选择了吉尔拜登当封面女郎 事实上不爱曝光的梅兰尼亚 被川普逼上梁山的传言在整个川普任期中从没停过 为此梅兰尼亚速度倾上火线辟谣 卸任第一夫人后 在NFT找到另一个生活重心 更让外界普遍认为 梅兰尼亚重返白宫的几率不高 现在本尊亲自出面表态 可以预见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恐怕又是一场印章 在新闻综合报道